大家好 我是冰冬的名字 冰冰的名字 我的JD 那我們今天快速跟各位開箱 最新套貨Figure Zero 所出的大盒 那大家記不記得 上一次我們開箱愛斯的時候 它那個時候預購的價格是2260 那很多人在下面就有留言說很盤很盤什麼 你不知道的是 我們跟它一起推出的大盒 它要價到2550R 所以我們這次接下來就來開箱 這個大盒 看看它裡面怎麼樣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跟各位補充一件事情 上一次很多人在靠北說 這個愛斯 是山寨愛斯 所以它的背後呢 沒有這個白鬍子海賊團的刺青 然後後來下面就有人補充說 因為他認識了這個大盒 你看我們大盒是長袖 還沒露出這個車 是比較早期的時候 是愛斯去河之國王旅行還是幹嘛的時候遇到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加入白鬍子海賊團 哇 所以跟各位補充一下 這是留言講的 所以如果有人講錯的話 不是我講 是留言說的 那今天我們直接打開箱 好 那各位現在桌上看到 就是我們本次這個大盒的本體 那首先呢 其實在開箱的過程中 它整體的構圖份量感 很明顯的 就比上次的愛斯 稍微再更加的豐富了一些 而且整體畫面的這種張力的感覺呢 我覺得也是表現來的更好 首先一樣看一下構圖的部分 這一次呢 我們的大盒 是還原它在官圖裡面 這個準備灰砍的姿態 然後呢 除了在它這個 鬼晶棒上面有纏繞這個紫色的 閃電特效件之外 外面呢 還有用這種類似 比較衝擊線的感覺 然後氣流汇集到正中間的方式 去展現出這種蓄氣的這個動態感 所以整體的這個畫面的呈現上面 我個人覺得 豐富性是非常的棒 那這一次呢 我們的大盒 它是採用一個跨腳的姿態 準備揮棒的姿勢 而且它的構圖很棒的地方 是這一次並沒有底盤去做設計 我們的大盒是直接 踩在這個特效件上面 去做連接 所以整體其實是一起成型的 而且穩固性其實是還蠻OK 整體的重機全部都是傾向我們的右邊 那首先公仔的部分 我們把它分成三等份 第一個部分 就是你可以看到畫面上 視覺面積最大的 這個藍白色的特效 然後它整體的構圖模式 其實是以下方的這個地方 為一個中心點 稍微往外去撇 然後四面八方收進來 最底部的地方 是走一個類似白色的方式去上色 然後在上面 也微微的上上一點點 這個紫色的噴圖 然後外面再慢慢慢慢 暈到這個藍色的特效件 然後在尾端的地方 是有點青藍色 接近一斤快要是透明的這種感覺去呈現它 所以畫面的程式跟質感上 我覺得這個特效的表現是非常好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因為在這一個極具的PVC公仔 他們在分件的交接線上 就是特效件的部分 一定縫隙是會比較大 如果你真的很追求那種一體感 或是特效要分件 什麼到很仔細都看不見的話 我覺得要買到可能 POP MAXIMUM那個等級 甚至POP偶爾還是會看到分件的那個交接線 所以大家買之前就要有一個預期心態 不要買了之後才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那緊接著來到大河本體的部分 這一次的動作選擇 其實是一個比較具有動態張力的龜坎姿勢 所以下半身的部分 你看它這個巫女幅的下半側 就有配合它外展的姿態 在旁邊腳部的兩側 去做出一個服貼感 以及皺褶的往外拉伸 中間的部分也有上上黑色的陰影 大概就是常規的景品等級 在腿部的地方 針對骨頭的穩理 甚至前面腳趾頭的部分 也有特別做描繪 目睛的地方做也是中規中矩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這一次裙下風光的部分 中間這個麻繩綁帶的位置 做的也是普普通通 你看細節的圓形上面 雕刻雕的非常的俐落 並沒有做得很深邃 然後上面顏色分的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仔細 唯一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在中間 這個比較繩結的正中心的地方 上上一點薄薄的紫色 去跟外面的這個繩結 還有做出一些光影的這個差異在 那老實說這樣子的上色等級 在我們開箱一般上的大腿 其實就還蠻常見 甚至有些景品 因為近期比較競爭 那個上色品質有上來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算是普普通通 那上半身的部分 就必須要跟大家說一下 原先我是覺得很可惜 就是大家知道我 我就是個色配嘛 所以大革的部分 看到這個揮砍的姿勢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它這個誘人的腋下 以及側骨 那這個時候 因為它是長袖的姿態 所以我原先覺得 在這個上衣的部分 其實沒什麼好琢磨 沒想到 這一次官方呢 還是非常的厲害 你可以看到 因為是包起來的關係 然後它特別在這個下緣 以及外側的地方 有用淡藍色去做上漆 於是這個中間的位置 哇 這渾圓飽滿的形狀 還有中間的這個顏色 特別是用白色的方式 把它點亮起來 所以其實在看上半身的時候呢 這個畫面的衝擊感 是非常強烈的 完美的就實現了 我們這個 著衣聚乳的部分 所以這個上半身的部分 我覺得算是有驚訝到 我原本以為 烏女服比較大件 它不可能是比較緊身的 比較寬鬆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是還蠻棒的 那針對其他上衣的部分 的皺褶細節 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尤其是它外面 這個飄動起來的 這個袖口的外側 它還有在白色上面 再刷上一點點的這個藍色 所以畫面的質感非常不錯 那面部的神情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眼神的影印也沒有歪掉 耳環也有用分色的方式 去呈現那個亮金色 嘴巴的內構做得也很好 那這一次跟我們常規的景品 或是一般的最大的區別 我覺得是它在兩隻 這個鬼角上面 你可以看它針對這個 一痕一痕的細紋 描繪得很仔細 黃色漸層到紅色的地方也不錯 後面的這個金色法式 也有用反光質感的方式去上漆 髮尾的地方 飄動感呈現的也很自然 然後顏色上面其實這種白色漸層 到這種類似麒麟翡翠色的感覺 我覺得也很好看 那緊接著就是這一次的 第二個特效件 就是我們大河手持的這一隻鬼金棒 那這隻鬼金棒 我覺得它整體的顏色的上漆模式 它手上不是有兩個類似手銬的鐵劍嗎 上面是採用這種黑鐵色的方式去呈現它 那以前我們在開箱大河的作品的時候 如果有詳細的這種鐵劍 其它的鬼金棒也是會走 類似這個鐵劍的顏色 比較黑鐵色去呈現它 可是這一次你仔細看 我們的鬼金棒為了迎合 它外面的這個藍色的特效件 所以其實它表面上有上上一點點這種薄薄的淡藍色 所以反光下去的時候 其實跟外面這個特效件的部分 是還蠻和諧的 尤其是來到這個 你看地步的特效件透著光的時候 是有點類似它的頭髮 有點到青藍色的感覺 但是上面的這個特效件 是非常俐落的這個深藍色 由白色暈到這個藍色的部分 只有在尾端的地方微微是薄透 那配上鬼金棒上面的這個藍色的感覺 其實連貫感是不錯 但是呢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大家知道大盒它灰砍的時候 會有這個紫色的閃電 纏繞在鬼金棒上面 這也算是一大特色 可是這一次閃電的部分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近期的ZERO 我發現它們都會在特效件的這個末端的位置 噴上一點點這種消光的白色 好像要做出它那種漸層的反光感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呢 其實如果這個部分沒有處理好的話 就會大幅度的削減它整體的透光度 進而影響整體特效的那種流動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次我們從視覺的角度 如果你看到是最尾端的這一個閃電的部分 其實它露出的紫色那種透光的感覺是蠻好看的 但是因為白色的覆蓋面積貼上去 像在上面尖端的位置 反而讓它整體的這個畫面上 那種特效的感覺就失去掉了 然後來到這個纏繞在磅身的位置就更加嚴重 因為它露出來的部分 基本上全部都有噴這個白色 所以導致這個特效的質感非常的詭異 它變成產生了一種好像又紫又白 我戒在中間那種感覺 但我們習慣看到特效應該是非常透光的 非常薄透的顏色 我覺得表現的最好 反而是你看到下緣這邊 有沒有這個紫色是最好看的 如果它整隻都是這個紫色的話 加上外面 因為你效果線的部分 有沒有在腰間啊在這個地方 已經很豐富的藍色白色已經夠了 那這個東西其實有點速度有點空氣感 所以我覺得上一點白色是OK的 反而是這個磅身的這個紫色閃電 如果可以完全用全透的這個紫色去呈現的話 我覺得整體畫面質感非常好看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閃電的部分 我是覺得還蠻不及格的 所以這一次整體大盒 你說它目前預購的要價 我記得我們的話是開2550 那現貨就要加一成嘛 所以大概是落在3000有早 2700 2800左右的這個價位 你說值不值得的話 我覺得近期老實說我們隨著 在開箱這個公仔的進程 其實我有發現官方有意在 ZERO這個價碼上面 稍微是有一點點頭和膨脹 近期如果是在這種比較標準的大小 應該有機會就是都會開到2000以上 尤其是在航海網的部分 你看我們上一次開箱那個 左柱跟宇治坡右 還有那個漩娃名人的那個熔頓手禮件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還是落在大概2000塊左右的這個價 那近期其實我們在隨著這樣開單開單開單發現 ZERO其實些微的是有一些漲價 那這個部分大家就可以斟酌一下 那接著就讓我們進這個結尾 那緊接來到結尾這個畫面 我們就特別挺出上一次我們已經開箱過這個艾絲 你就可以馬上看到 為什麼我說這個畫面的層次上面大盒是好很多 不定是整個畫面的豐富性啊 顏色的選用上還有尺寸都有大一些 其實我個人覺得大盒是來的更加划算 因為大盒一直以來現在推出的ZERO作品 我記得好像這是第二支而已 所以這一次它整個畫面上相比上一次 還多了這個衝擊特效件的話 我覺得是還算蠻不錯的 那相較於我們的艾絲跟後期的造型 可能僅僅只是差別在它背後的這個紋身的話 幾兩千多塊這個我覺得就要斟酌一下 那最後會請出來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上一次有人留言說 它就是為了還原出這個手游的圖片 那這個手游在日本聽說是非常非常紅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個手游 又套了一層這個電動玩具的關係 才會造成它的定價稍微貴了一些 那我個人是覺得如果你是喜歡 在原作裡面大盒跟艾絲之間的這種情依 或是這種羈絆的感覺的話 其實公仔的作品來說的話 這一集是還算蠻不錯的 因為整個畫面的質感上面 都有呈現出雙方的補食能力 以及這種合作還有年輕制度的感覺 然後這一集我在combo起來的時候 還有一個非常失望的地方 必須很明確地去講它 因為他們兩個是不是想要走一個 合體的感覺對不對 結果他們在底台的部分 你可以很明確地看到艾絲的這個火焰這邊挖的洞 跟大河這邊的形狀是類似的 但是它是沒有辦法擺在一起的 它下面還是分開的 我會覺得如果你是要像這個構圖去做衍生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底台的部分 稍微延伸出來一點點 然後在這邊也延伸出來 讓他們可以去做一個接合 不然其實那共豆的感覺就是差了一個位 或者是你是不是在這邊加一點點衝擊線 或者是在這個上面再一點點火焰 兩隻公仔分開的時候 會給人家那種感覺 儘管你是收單支 你還會記得這個畫面 我覺得會來得更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本次針對大河 Figure Zero這個超速開箱 那近期因為我們有跟這個歐級商去做配合 它整個上面全部都自製一番 而且標榜是全正版 所以它不會有什麼 什麼盜版GK或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我們之前就一直會跟一些群友 去玩這種有點類似新品的幾單抽 或是把它放進去自製裡面 因為你看一隻一番賞 最後它在市場上面的末端價格 是不是有些輸入在一千多兩千多左右 所以近期我會把非常多我覺得很棒的TBC 在預購的時候多抓一些 然後放在自製的部分讓大家去玩 那模式我們就會一直變化 像之前有抽過這個天堂與地獄 所以我是用這個50%的機率 然後一抽990 那如果你這個運氣很好 你可能990就抽到一隻艾斯這樣 那你如果運氣很爛 你可能990就抽到一包卡 所以是適合這個非常嗜血的歐皇來玩 那這一次呢我們也有配套比較新的玩法 就是我是把它叫做這個歐皇爭霸賽 我們就是走一個一抽價格並不高 定199啊200抽這樣 然後最小角買也是給鵝丸 所以199拿鵝丸其實也沒多虧 裡面有四隻大鵝 對 然後你就有機會 199帶走一隻大鵝這樣 所以如果有興趣大家想要玩這樣子的模式的話 我點擊下方資訊卡連結 加我們這個摩托摩托的這個社群 我們如果有這種很新的套 我都會提前去做浴缸 那接著你才不會說 你知道之前多恐怖嗎 之前艾斯在抽的時候是直接當掉 蛤? 就一開抽 因為太多人在那邊排隊了 因為那個怎麼看都很香嘛 對不對 你知道自製沒有人像我毛利在這樣抓的嘛 好像都不怕廢一樣 可是我覺得那是因為我是拿 預購或是零售的邏輯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並沒有去思考到中間的風險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網頁上 有些很淒慘的配套就對了 但是這不會改變我的模式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到時候就會卡 會先卡牆 第一時間就會卡牆 然後我們一樣也不會 我也不覺得這種模式是非常非常棒 大家都會喜歡還是會很喜歡買 所以我也不會叫很多的量 有時候一批完完就成了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想要玩的觀眾朋友 就可以幫我們支持一下 那如果喜歡明明有關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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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們之後 我們下次見 拜拜